回来了 这二十四把椅子 是我亲手做的 你过门后 能有一辈子呀 你同意我过门了 我跟亲家商量好了 你跟咬金的事 老拖着也不好 抓紧时间 把事办了吧 答应得这么痛快 是不是我婆家 给了你什么好处 是不是我共同答应 把基地负责人的位置 让给你 做的交换 天地良心啊 我第一个推荐的 就是你公公 可她不愿意呀 非要去当那个护理员 不信你可以去问咬金哪 她在场 她可以给我作证 我当然相信 我不仅相信 你是第一个 推荐的我公公 我还相信 你和我公公 已经商量好了 什么时候把我嫁过去 我当这个基地负责人 我当这个基地负责人 我的亲生与儿 都这么不愿意呀 好 我向你保证 这个基地负责人 我既不会挣也不会抢 但是 如果组织事让我干 我是党员 我必须得干 还必须得干好 名正言顺的当 我比谁都高兴 但是要搞阴谋诡计 那就让人恶心了 你宁愿看着街青 变成强劲 变成十里八乡的大笑话 你和我哥也要把我 死死地扣在家里 不让我过门 现在怎么突然就 良心发现了 要把我嫁过去 好像五万块钱 还没给你吧 爸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怎么可以拿我做交易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谢谢 你要去哪儿 我走 不许走 你让 你让 不许走 你让开 你让开 我今天就在打断你的腿 也不让你走 爸 我的无奈的呀 就算你要过门 也不能自己一个人 走到人家去呀 日子爸爸已经给你选好了 让我风风光光的 把你送到石家去好不好 还是这样的好 免得没人来 大家的脸都没出隔 你怎么就认定 爸爸当这个基地负责人 这这坏事呢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让你哥哥 以后多做点业务吗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的 那点小算盘 爸 在我的印象里 自从我妈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你经常会背一个黄书包 隔三差五地就出门 我哥说 那个里面装着材料和干料 你是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哭穷去了 那个时候的你 多无私 我旁边在家里两下 他有助阅 我ję的 词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